底下谈到念佛的方法 念佛 叶神导师在初级大圣佛教育起码开展 里面有一章就是念佛法门 提到四种念佛 一个是称名念佛 念佛的名号或者诗号 还有观相念佛 观佛的相好 设身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或者观法身 五分法身 借定会解脱之见 观相念佛 另外唯心念佛 如波周三昧经所说的 这个后面会提到 唯心念佛 还有一个是十相念佛 十相就是悟到空相 底下这里提到观相念佛 就是念佛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 金色深 深出光明变满十方 如荣言辅谈金 色明镜 又如虚明三王在大海中 日光照的时候 奇色灰映 称托放出光芒 行者修行者那时候 都没有其他的设想 所谓三地树林等 只见虚空中诸佛身相 如真流离中赤金外现 或者说有的比丘修不尽观 他只看到修成就的话 他只观这个 身体浓烂 种种烂坏不尽 不管你是 是长得高崖胖瘦 皮肤怎样怎样的 那修不尽观的话 成就 那只观不尽 或者修 白骨观成就的人 他 只看到白骨 同样的修念佛 上面成就的话 他也只看到佛 这古人 无有作者 一无来去 以意想固见 当然这一见 不是肉眼见 它是心眼所见 也跟禅定相应 那修念佛上面也是一样 它是心念 而不是嘴巴念 也不是肉眼所见 它是心眼所见 这样的念佛三昧 西见祖佛 一乎如是 因为色心的缘故 心清净故 譬如有人 装眼其身 照 净水净 那 所有一切都看得见 清楚明了 此水净中 没有形象 因为明净的缘故 可以看到 身相很清楚 诸法从本以来 也是尝试清净 佛萨以善修净心 可以随他的心意 要见佛 就可以见到佛 还可以跟他问答 请佛解答 修行者的疑难 这是观相念佛 以下维心念佛 闻佛所说 因为跟佛 请法 佛也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心大欢喜 出定以后 心里想 佛从什么地方来 我并没有到佛国去 为什么可以跟佛问答呢 即使变知 佛并不是说 从远从他方来 我也没有退到 他方的佛国去 互做思念 三界所有都是心所做 他做这样的观想 就是说 念佛是违心 看到了佛 随心所念 细节得见 以心见佛 以心做佛 心指是佛 心即我生 心 不自知 亦不自见 所以他 这里有几个阶段 第一个 他 看到佛的时候 对于 这佛 他不执着 更进一步 他要 反观 就是说 那我没有到佛国去 到底是谁在见到佛 他发现到是 三界所做 或是一界的像 都是违心 所以 所观的佛 即使看到佛 所观的佛 他也不执着 进一步 他能观的心 也不要执着 如果 取着心相的话 如果执着 我心能够观见佛的话 那都是无知 因为心 也是虚狂 皆从无明出 那能够观心相 是空 就入 诸法实相 所谓空相 常空 所以 这边能够 所观能观都空 那就是实相念佛的 如果还有心在念 那个还是 在唯心念佛的阶段 那进一步 所观能观都空 那才是实相念佛 得如是三昧 智慧 有这样的禅定 跟智慧 恶行立固 谁亦所愿 不理诸佛 就像金翅鸟王 他两个翅膀都巨足 那在虚空中 可以自在 那想到哪里就到哪里 同样的 菩萨得定会立固 或今生随意供养诸佛 今生可以遇到佛随意供养 那命中之后 也可以遇到诸佛 以事故说 菩萨常不理诸佛者 当学波尔波罗蜜 我们归纳一下 怎么样不理诸佛 那当然要学波尔波罗蜜 再要发愿 要生佛国 如果心里都想着 我不是要生佛国 我只是说来时再来这边 跟谁结什么缘 这样而已 那不一定会生到佛国 再修 要修众生忍跟乏忍 也就是修福德智慧 修念佛三昧等等 7.0 12 20 17 20 26 20 20 21 20